这个网友他说 糖尿病患者偶尔会出现下肢浮肿 请问是肾脏病吗 这个不一定 不一定 因为单纯的糖尿病的患者呢 他也可以出现这个下肢水肿 如果是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呢 这个也可以出现下肢水肿 为什么呀 因为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呢 他往往丢失蛋白量是非常多的 那么蛋白在咱们血液当中呢 它是起到一个吸水的作用 那么蛋白都经过尿液排除以后 那么血里边含的这个蛋白量 就是相对来说是非常少的 所以说这个血管里边的水分呢 就跑到组织间隙外边了 这样呢就引起水肿 所以说咱们糖尿病肾病的患者 有的时候水肿还是比较严重的